男主阿东是一位彩天小王子,不管干什么他都会算好时间 然而这天他赶地铁去上班的时候,看到时间来不及了 现在8点30分,坐地铁要30分钟,出地铁还要步行5分钟到达公司 这样的话肯定就迟到了 然后地铁到站后,阿东又看了一眼时间,怎么回事才8点40分 是地铁提速了,还是手机时间出错了 结果来到公司后,阿东就问了门口的同事 早上好啊,现在几点了,我是不是迟到了 然后同事却回答,现在8点45啊 平时你不都是踩点来的吗,今天怎么提前来了 然后阿东尴尬的笑了,今天这点没踩准 回到公位上后,阿东就在网上查询了自己通勤的那趟地铁是不是提速了 结果网友的答案是没有提速,还是半个小时左右 这就奇怪了,地铁没提速,手机也没坏 那这20分钟去哪了 中午的时候,公司的吕总拿了一份文件 让阿东拿去交给正在酒店开会的刘总 吕总还特意交代,11点之前一定要拿过去 别再踩点了,知道吗 阿东表示明白,虽然嘴上答应了 但阿东还是想踩着点过去 因为公司到酒店只需要10分钟 等到10点40过去就行了 谁将同事送给自己一个外号,踩点想往此呢 玩完手机,刷刷新闻后,阿东不紧不慢地来到了刘总开会的酒店 结果刘总大发雷霆 你小子想不想干了,都快11点半了才送过来 阿东顿时就懵了,到底怎么回事 明明只感觉从公司到这里只用了10分钟 但是看着手机却用了半个小时了 难道说还是和早上的地铁有关 地铁节约下来的20分钟会在后来的某个时刻又还回来 随后阿东就证实了自己的这个猜想 自己每天通勤的那趟地铁 从家里坐到公司的话,真的可以节省20分钟 而且不管阿东在哪一站上车和下车 这趟地铁都能节省时间 仿佛是穿越在时空隧道里不受时间束缚一样 不过送文件那种情况不是经常发生 所以阿东就认为那是偶尔发生的副作用而已 根本不用担心 然后阿东就更加肆无忌惮地乘坐这趟地铁了 毕竟每天上班都可以多睡20分钟的 直到有一天,阿东才明白这一切其实是等价交换 这天早上阿东醒来后发现已经9点半了 完了完了又迟到了 阿东急忙洗漱准备去上班 然而当他照镜子的时候 他才发现自己居然变成了一个糟老头子 怎么回事,镜子里的人是我吗 怎么突然老了几十岁呢 难道说乘坐那班地铁的副作用都攒到一起出现了吗 于是阿东急忙下楼问门口的保安 现在是哪一年 保安诧异地回答 老大爷,现在是2076年啊 您是不是示范老年痴呆了 很快阿东就认清了现实 的确是地铁带来的副作用 导致之前节省下来的时间 在一晚上全都还了回来 来到街上后 阿东就忍不住感叹 现在人口老年化都这么严重了吗 街上都看不到什么年轻人 几乎全是老年人 可是这些脑头脑太太 每个人都背着一个娃娃是什么情况 难道他们的子女都不带孩子的吗 接着阿东就忍不住咳嗽了几声 看来人老了 多走几步身体就受不了了 这时一个年轻人走了过来 老大爷 你怎么没有背娃娃啊 阿东急忙回答 我儿子都没有了 哪来的孙子 是啊 阿东直接从一个青年跳到老年了 没有谈恋爱 更没有结婚 怎么会有孙子呢 阿东越想越伤悲 也不知道这样残破的身体 还能撑多久 早知道这样 当时就不乘坐那班地铁了 这时一个年轻人走了过来 他背着一个娃 手里还抱着一个娃娃 他问阿东 老先生 您还没有小孩吗 要不要买一个 我怀你这个小孩二十年 只要两百万 背上这个十年 一百一十万哦 阿东一听 顿时吓坏了 什么意思 一件明目张胆的拐卖孩子 威延老先生 你是不是有病啊 我卖孩子可是有营业执照的 阿东又懵了 什么 营业执照 难道这个年代 卖孩子还是合法的 见阿东没有要买的意思 年轻人丢下一句话 就气呼呼的走了 不买 你就等着死吧 随后 阿东回小区的时候 意外发现 物业旁边有一个奇怪的房间 上面写着 寿命低保护 阿东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就先回家了 过来一会儿 居委会大妈就找上门来了 你是阿东吧 现在都五号了 你怎么还不来拧低保啊 说完 大妈就把阿东 带到了楼下拧低保的房间 看到有很多人在排队 阿东就问大妈 这是干什么的 而大妈没有回答 因为她还有事 就先走了 排了半个小时后 终于轮到了阿东 在医生的指挥下 阿东心里糊涂的 就脱了衣服 并躺到了手术台上面了 接着 阿东就被打了麻药 并在后脖子那里插入了一根插管 而插管的另一头 居然连接的是一个小娃娃 不知道过了多久 阿东醒了过来 他感到头疼之外 还发现自己的背后 居然多了一个娃娃 而且这个娃娃和自己用的插管 连接在一起 根本无法拿下来 阿东十分惊恐 急忙询问医生 你们在干什么 而医生显得十分诧异 你难道不会连生命延长技术都不知道吧 原来几十年前 一项名为生命延长的技术就诞生了 通过技术手段 可以将婴儿的生命力 转移到将死的脑年人身上 让人类延续50到70年的寿命 尽管后来用的都是科农婴儿 但依旧有很多人抗议这项技术 不过随着那些抗议的人脑了以后 他们也就选择了沉默 并且还纳入了社会保障范围 于是就有了所谓的寿命低保护 现在你应该明白了吧 你就是低保护 你背上的婴儿只能给你提供两年的寿命 如果你不想延长寿命 那我就给你拔下来吧 阿东听完顿时就脑湿了 然后医生还告诉阿东 你背上的婴儿是克农的 所以用完后记得还回来销毁 还有每天洗澡和睡觉的时候 可以暂时关掉插管 而且每天关掉插管的时间 不能超过10小时 也就是说 你每天和克农婴儿连接时间 必须在14小时以上 就这样 阿东也成了一个背着娃娃的老年人了 就在阿东觉得这一切都匪夷所思的时候 一个年轻人不小心撞到阿东一下 阿东正准备说这个年轻人没长眼睛 结果这个年轻人就喊了一句 谢东吗 你就是谢东 阿东一脸蒙圈 你是 是我啊爸爸 我是你的儿子小翔啊 不是吧 我都没有结婚了 怎么会有儿子 不过仔细一瞧 眼前这位年轻人的确像年轻时的自己 然后小翔就开始责怪父亲了 爸爸 这些年你都去哪了 怎么突然就消失了呢 而且一走就是几十年 事已至此 阿东只好将地铁的事情告诉给他儿子小翔 只希望小翔不要怪罪自己 而小翔似乎也不是很在乎父亲到底怎么回事 他更关心的是父亲现在住在哪 得知父亲还住在以前的房子后 小翔觉得不可思议 这几十年来我去脑房子找了好多次 你都不在呀 然后阿东也说不上来 也许自己是从几十年前直接穿越到这个年代的吧 反正自己也说不清了 醒来后就这样了 接着小翔就建议父亲搬过来和自己一起住 顺便还可以带带孙子 而脑房子就卖了吧 阿东觉得不错 就答应了小翔 毕竟小翔是新买的大房子 刚好还多一个空房间 很快两年过去了 孙子已经三岁了 可以去上幼儿园了 不过小翔和妻子又生了一个二胎 是个女孩 所以阿东又开始带孙女了 这天局委会大妈过来告诉阿东 我刚刚看了登记簿 你的寿命快用完了 快去续命吧 对了 你现在不是底保护了 记得要买个克农婴儿啊 可是克农婴儿便宜的要一百多万呢 阿东没有这么多钱 只能过来找儿子小翔想办法了 结果小翔说没钱 阿东有些着急了 我不是把老房子卖的钱都给了你吧 而小翔却说老房子卖的钱已经还了贷款 用完了 见父亲还攘着要钱 小翔也就不客气了 你也不想想 你突然失踪了这几十年 我和母亲是怎么过来的 你们本来就是晚婚晚育 一个大宁单身母亲带着孩子 有多么困难 你知道吗 要不是这样 母亲会那么早去世吗 所以这一切都是你的错 在小翔年番轰炸下 阿东已经无话可说了 毕竟自己睡了一觉就这样了 真的是没有任何选择啊 和小翔吵了一架后 阿东就一个人来到了湖边散心 虽然心里有一万个后悔 但阿东始终不甘心 看着平静的湖水 阿东想通了 对呢 就这样吧 已经没有选择了 晚上阿东回来了 看到小翔还在气头上 阿东也就服软了 都是我的错 我会偿还的 孙女儿还是让我带吧 能带几天就带几天 画面一转几天后 阿东来到了生命延长技术中心 没错 阿东还是想给自己续命的 排队的时候 一个脑头子认出了阿东 这个人正是小翔楼上的邻居 咦 你怎么来了 你儿子不是不愿意出钱 给你续命吗 怎么良心发现了 而阿东也没有回话 只是尴尬的笑了笑 可以啊 你儿子给你买的是 二十年的克农伊尔吧 看来你儿子这些年 赚了不少钱嘛 这时 小翔打来了电话 爸爸 小花呢 和你在一起吧 阿东回答 是的 在一起 再拗弯 马上就回去 几个小时后 阿东又来到了那个湖边 而他怀里的孙女小花 却不见了 没错 阿东最终选择了那条 苟延残喘的路 不过现在孙女儿没了 阿东又该何去何从呢 故事到这儿 也就结束了 电影鱼呢 与你解忧 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